当时柯文哲举办的KP秀演唱会 就是由木可公关来举办 承办商是尼奥公司 而根据台北市税捐基增处的数字 演唱会的净收入是77万 他也特别提醒柯文哲 这一笔钱并没有出现在任何的竞选申报当中 应该也要查一查 我想现在问题大概就是说 因为民众党在这个演唱会的这个事情上面 确实出现柯文哲的前后说法不一的状态 那当然对于这些买票 愿意去支持柯文哲的群众来说 他如果能够接受柯文哲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可能对外界来讲会比较在意的 就是说在这几次的事件当中 其实凸显出来的是柯文哲在内部的账务的资料部分 还有他申报到监察院的相关资料 到底有没有相符的状态 那因为以目前这个所谓政治现金申报来讲的话 他是单方面的由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向监察院进行申报 那民众党现在说要去查他所有的这个账册 我认为他的问题其实应该出现在 你的内部账册所取得的这些单据 是不是到底由这个跟你合作的厂商 或有往来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企业 这些相关由他们正式所开具的 如果这三笔出现的是金额也不相同 申报的日期也不相同 但是却出现有店家的这个所谓的发票章的这个问题 那有没有在可能在其他的这个公司里面也有出现这样一个被申报的状态 如果民众党自己的内账没有问题 但申报出去的这个竞选的金额却出现有这样的一个落差 那外界还是会质疑这个落差的钱到底去了哪里 因为这一块如果还是在你的竞选账目里面 理论上面会计师在签证的时候应该会互相去作为对照 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民众党口中的瑕疵 那我觉得这也是会计师签证的会计师自己要去跟民众党解释的 好 所以现在已经有四笔账 柯文哲必须要对外界交代清楚 时事评论员历史哥就认为 这根本就是小学生等级的作账失误 难不成当初会计师是闭着眼睛在签合的吗 身为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 以及身为候选人的柯文哲对于这么大的几笔账目 难道都不用看过吗 而且事隔这么久了才出面承认账目不清 实在非常离谱 柯文哲作为总负责人 作为竞选候选人 你要看账的 这是柯文哲一个很大的盲点 今天会有这样的结果 其实是柯文哲作为一个竞选人的时候 候选人的时候 他自己的螺丝钉都松掉了 所以下面才会有这些五四三的事情 作为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 一定要点名批判 因为这实在太夸张了 你作为总干事你的账 你是管到什么程度 如果今天他们要自证清白的话 柯文哲的账户把这笔汇款单拿出来 到底会去哪里 一定有汇款单据 这近这几次民众网出了一些事情 他们常常觉得 比如说柯文哲说土利而已啊 土利是有罪的啊 好 再来 这个申报做错账 做错账严重的是会违反 这个所谓相关会计的 或者是监察院的政治现金法的 这是不能 这个不能是开玩笑的 今天这个问题 是一个小学升级的作杖失误 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而且会计师还能签过 那这会计师就是闭着眼睛签啊 没有去查核啊 然后这个验这一件事情 如果说今天柯文哲不知道 黄珊珊不知道 会计师不知道 那到底谁知道 几百万的钱可以都不知道吗 共机到底有没有闯入我们的内水呢 现在这件事情 国防部也然又要变成国防部 就是遮羞部的部 要把这件事情盖到 让大家都觉得说 共机没有闯到内水吗 好 整起事件会爆发 我们一起来看到 主要就是在国防部 8月7号 他们所公布的这个共军 台海周边动态的航机图 那么这个航机图上面 其实有显示 在8月6号的时候 曾经有5架的解放军的军机 在台东的外海来活动 距离鹅栏比只有33里 那么战略专家张静 他就透过了这个比对航机图 跟我国领海基线图 等等的资讯来惊爆 有5架的共机 已经闯入我方内水的领土 形同就是领空 那么内水在哪边呢 我们这边有透过了这个图片的部分 来特别帮各位标注出来 内水就是在领海基线 领海基线向陆地内侧 就是内水 所以我们标出来内水 就是在这一块 内水 然后这个领土陆地 还有内水 以及领海上空 毋庸置疑就是领空 因此如果按照张静老师 这样的比对来看的话 其实共机已经明显清门踏户 已经踩进了台湾内水的领土 所以退役少将立正节 他就有特别的提到 如果按照国防部长 顾立雄的标准的话 进入领海区 第一级就要来击灭了 现在是直接进到了内水区 那内水区等于就是领土 比进入领海区都还要严重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要发射第一级呢 结果当天国防部 整个应处的方式是什么 是捍卫国土的方式 只强调说 我会运用任务机 我会运用这种 舰级暗制飞弹系统 严密监控和应处 好像不是跟顾立雄 所谓的这种行驶自卫权 等等相关的实质动作 那当然这一整件事情 发生之后有闯入 然后国防部是不是不敢说呢 因为国防部在之后 发布了这个相关的活动示意图 他下面再说了一句话 他说本图非按实际比例显示 那你现在讲这个是什么意思 原本给出来的这些航机图 都没有标这一段话 都没有标说 不是按照实际比例显示 结果当被这些专家 互相的比对出来 看起来共机 好像进入到我们的内水的时候 现在国防部出来 当遮羞部说 本图不是按照实际比例显示 这就让大家质疑说 这是有闯入 然后你不敢说吗 然后你突然赶快跳出来 跟大家说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件事情吗 所以我们才会说 国防部又变成了国防部了吗 那这件事情 时事朋友的华阳明就说 每一天都在讲第五重队 连临日攻击 也要把这个第五重队扯进去 殊不知第五重队的人是谁 原来是政府 是政府配合共军 辩解演习的正当性 那有闯入内海 那你不就要进行相关的这种 应处作为吗 结果看起来现在 好像是要跟大家说 共机没有进到 进到我们的内水 是这样子吗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也说 国防部就是要来盖牌 预估下半年或者是明年上半年 共机不是进入领空 有可能会进入到陆地的上空 所以当如果真的进入到内水 然后我们国防部的动作 又是如此的软弱的话 也不是像我们国防部长 顾立雄能够讲的 有这么样子 如此明确清楚的作为的话 那是不是继续的让共机 这样子一步步蚕食侵吞 一步步进逼到我们的陆地上空呢 好所以这一整件事情 中共军机先前在台湾 本岛的东南方活动 到底有没有闯入到我们的领海基线 前立委蔡振元就说 其实我国领海基线的画法 是采用群岛国家的画法 但是我们并不是群岛国家 只是以前没有人来挑战 如果真的发生争议的话 我们在国际法上面是会输的 领海基线就是那条线以外 开始算领海 这条线以内算内水 那内水是不可以无害通过的 领海可以无害通过 内水是不准的 那我们台湾把人怎么画法呢 我们从花莲拉一条线 拉到的蓝宇的外面 再从蓝宇的外面再拉回来 这个额鸾笔 再从额鸾笔拉到澎湖 所以换句话说 澎湖跟台湾的海域 蓝宇跟台湾岛之间的海域 就变成内水 内水是不准人家通过的 任何飞机 任何飞机都说不准通过了 我们采用的是群岛国家的画法 但是我们不是群岛国家 这是非法的画法 可是以前都没有人挑战 我们就视为当然 那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的机舰 飞机军舰通过这个中间 或者通过澎湖跟台湾岛中间的话 那你说这是我的内水 我要跟你要开战 跟你打下来 不准你通过 他硬通过的话 你在第一个 国际法上你会输的 那这个不是没有案例 我们南方南边的那个菲律宾 以前因为他岛屿很多 他的画法就跟台湾这个画法 就把那个岛屿的最外面 里面通通包起来 结果英国的军舰就不服气 他就偏偏在冲中之间 跟你走过几次 就菲律宾也不敢开枪 那从此就确定了 这不是 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画法是有问题的 那当然有些 为了自己我们国家的颜面 或者我们就讲 这个领海基线画法是有弹性的 谁跟你有弹性 好 刚才看到邱盖姆 他就有特别的说 为什么不发简讯来警报呢 距离这么近 当过是卫星的简讯 就可以乱发吗 对啊 为什么这么近 还不想要发给大家呢 所以真的是有闯入 真的不敢认吗 就是坐实了外界的质疑吗 好 我们看完了这个 大陆的共鸡 到底有没有闯入内水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罗生 人家比对出来说有 但是国防部说 哎呀 你不能 那个比例不一样 你不能这样子去比对 好 这个争议未解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华府智库的国防重点民调 最新显示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民调怎么做的 他说针对于美国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都应该要出兵保卫台湾 这部分有百分之三十的认同 所以看起来并不是说特高 不是说台美关系坚若磐石吗 然后再来避免跟大陆爆发冲突 比护台重要 这个部分有百分之四十四个的人认同 但是这个部分第三点 恐怕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 应该要求台湾加大投资国防 作为先决的条件 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同 这么高的人认同 加大投资国防是怎么样 要继续跟美国来买均购吗 所以这个加大国防的用意是在这边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人的说法 似乎就能够相互的来印证了 来看到这就是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 赛克斯就说台湾的军费 不及面临类似生存威胁的国家 应该尽数增加到占GDP的百分之五 表明严肃看待大陆的威胁 又来一个在讲说我们的军费 应该要占到GDP的百分之五 这什么概念 之前在野党都在质疑 GDP的百分之五等于说我们一年里面 有一半的公务预算 都拿去编国防预算了 那剩下的经费到底要怎么处理 剩下了一些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些福利 这些经济福利 经济建设的支出 到底从哪边来 全部都要投入到军费上面吗 所以为什么一直要叫我们台湾 把这些军费增加呢 就是因为两岸之间的冲突未解 赖清德上任之后两岸之间的争端 不就一直在往上吗 所以才变成说我们一定要来加大 投资国防 但是赖清德真的 这是你想要看到的吗 两岸兵凶战危的状况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两岸 在零二一四的翻船案的事件 把它妥善处理之后 是不是两岸之间的交流 又露出了一点点的曙光呢 来看到这个是郑成功文化节 10号是在郑成功的祖籍地 福建泉州南安市来登场 由于今年适逢郑成功诞成的 四百周年纪念 因此陆方更是扩大来举行 也吸引了来自两岸三地的代表热情参与 金门地区也是在二一四的事件落幕之后 首度组团到大陆参加这场大型活动 为两岸恢复双向观光 在线曙光 所以我们来看到金门的旅苏业者 说了什么呢 他说既然陆方已经开放到马祖旅游 我方也能够组团到大陆来参加活动 双方恢复观光交流 正是两岸人民的期待 希望政府能够听见心声 所以现在都能够组团到大陆 参加这个文化节了 是不是在未来 还有这个零二一四的翻船案 也已经妥善的处理了 那现在后续到底有没有办法 开启双向之间 这种沟通旅游的可能性呢 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亚平就说 当前台湾内部有人认为 有美国撑腰 所以台湾小而兼顾不小 但是大陆则是大而虚则不大 这种误判就是当前两岸乱流的根源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民进党以美抗中的 这样的一个手段 是不是导致两岸关系上面 出现了很大很大的误判呢 好 另外我们要再来看到 网络上面还有传出 有这个004型的航母 全体模组 宽度可能接近40公尺 好 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严廷哥怎么说 严廷哥就说呢 004型的航母 如果是十万顿级 可能就是核动力 传统动力腾出来的空间 再建机应该是85架 那么这个是一个里程碑 看来海权大国要出来了 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实际来听 严廷哥的说法 它的长度 它现在做的那个长度 大概360公尺 那就是大型的 超级的 超级的嘛 然后它的宽度 宽度75公尺 也是啊 那你这样的话 刚好就是 大概十万顿级的 超级航母 那这展现出它大国的 海军海洋大国的样子要出来 当然它载的舰载机也多了 F30 我们叫做歼31也包括了空井600 也包括了歼15 歼15T都要上去 而且它再建量 我判断平均应该是85架 那大型的 对85 这一个大概要六年 因为现在2024年 它如果要下水 这个服役成军 2030 2030 2030 你要做的话 你要2030 可能要到2028以后 才会做海事 2028 2029 看它整个的攻进 那它现在 前面三号出来了 现在这个003出来了 在 已经在做测试了 舰载机已经准备要上 这个 要练勤降 这个动力无限续航 就真的是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了 对吧 它这可能将来 跑到太平洋 跑到大西洋 进入印度洋 因为它不要再加油了 它只要载什么油 载航空用油就可以了 这个完毕之后 我想这是一个它的 里程碑 里程碑就要出来了 因为毕竟海旋大国的样子 就出来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